本期话题怎么判断自己公寒不孕 孙小光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 公寒呢 它是一个中医的说法 公寒最常见的表现呢 就是下腹 觉得发凉 得热 记书 就是用一点温暖的东西一敷 它就会好转 那么它的表现呢 有些是痛经 就是在月经的时候肚子痛 还有的表现呢 就是月经的改变 比如月经量少 不顺畅 公寒最常见的表现是这样 它最常见的原因 比如平日呢 就不注意保暖 就是在月经期有的人涉水游泳 或者是较长的时间在凉的地上坐着 还有呢 体内就是比较虚 就是虚寒嘛 是吧 所以说呢 也会出现这些表现 从西医的角度上呢 它可能是某些疾病的表现 比如月经期间 它会表现公寒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吃一点红糖生姜水啊 或者是用温暖的暖水袋啊 等等来服下服 这样呢 就会改善它的症状 西医呢 角度上来说 如果你有公寒的症状 我们就要做一些妇科的基本检查 比如妇科的手检加上B超等等 来判定一下有没有疾病 比如子宫内膜异味 子宫极限症等等 这些都可能表现为公寒的现象 所以如果发现了有这些病的话呢 给予针对疾病进行治疗 这就是公寒我们通常的处理了